下课的时刻 合起来 下面再说打开 不是 合起来就好 好 问你一个 观念性的问题 请问酸解综合 是 氢的墨溶度 等于氢氧根的墨溶度 还是 氢的墨溶素等于氢氧根的墨溶素 来一个 A票 好 G B票 A票 我也分A A 好 A B 所以两个来就对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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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3比3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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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兩邊...兩邊的數量也不一樣就好了 因為那個是濃度 所以它不一定要相等 它只要...最後一樣就好了 比較最後一樣 這邊濃度可以比較高,這邊濃度比較少 但這邊的東西比較多,這邊比較少 這樣還是可以賺點風格 然後...爽的東西就會一樣 如果是五把 所以...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 對不對 就是... 這個的單位 是... More Liter 這個的單位 是...Liter 然後...這個單位 是...More Liter 這個的單位 是...Liter 所以...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中間一個等號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是不是...這兩個消掉 這兩個消掉 是不是... 那什麼等於什麼 More 是... 這個... 這個... 是... 氫的... 氫離子的 這個... 是... 氫氧跟離子的 對不對 這叫酸鹼綜合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 講到酸鹼綜合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是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他們什麼東西要一樣多 氫離子的墨爾素跟... 氫氧跟... 離子的墨爾素 要一樣多 那體積是不是要一樣多 不是... 對不對 它的... 墨爾濃度 是不是需要一樣多 不是...對不對 但是呢 它的體積乘上它的墨爾濃度 它的結果是墨... 對不對 墨爾素 所以說... 只要... 氫的墨爾素 跟氫氧跟的墨爾素 是... 相等的時候 他們就叫做酸鹼綜合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對的 了解這意思嗎 就像... 我們要把一個東西西式一樣 也是利用這樣的... 這樣的公式 對不對 是不是 那... 在西式的概念下面 什麼東西一樣多 墨爾素一樣多 就是它的融質的墨爾素 我幫你加兩個字 融質的墨爾素要一樣多 那你不管是加... 一罐水 一桶水 一缸水 一缸水 一池的水 那... 它的融質有沒有減少 沒有 那這種時候就叫做西式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從這個觀念 從西式的觀念 再回到酸鹼中和的觀念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 什麼東西要一樣多 氫離子的墨爾素 跟氫氧跟離子的墨爾素 一定要相等 這種叫做酸鹼中和 任何的計算 都是依照這個道理來做計算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這種概念 就好比說 你今天 去喝這個 喝完了嗎 這一小瓶 我能不能夠西式成 就是後面那一大瓶 可以 然後呢 找個大水缸 全部倒進去 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但是東西沒有少 對不對 好 這種 融質 的量 不管是重量也好 沃爾素也好 好 甚至體積也好 請你注意 在西式的 狀況下面 西式的狀況下面 西式的狀況下面 它的墨爾素 或者是說 它的重量 或者是說 它的體積 這些 只要是 主要是這些固定 固定 固定 或不便 那你要加多少個 融劑進去 都一樣 對不對 是不是 這種叫做西式 同樣的 當 氫離子的墨爾素 等於氫氧跟離子的墨爾素 我們相等的時候 這個叫做 酸減中間 那這一種計算 在不管國中也好 高中也好 都是最基本的計算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講到 pH跟pOH這個觀念 通常 會 做考試的題目 就是 它告訴你 氫離子的濃度 墨爾濃度 等於4.2乘以10的四次方 墨爾 墨爾 趕快來看 pH介於多少 跟多少 中間 pOH介於多少 跟多少 中間 我上次已經講過 對不對 是不是 在這種狀況下面 4.2乘以10的四次方 會大於1乘以10的負四次方 這一點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 會小於10乘以10的負四次方 這也沒有多大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好 那 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個就是10的負三次方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這是10的負四次方 對不對 是不是 10的負三次方 pH可以多少 這就是各位一定要會的 好 這個是各位一定要會的 這個你不能說L 我不願意去記證 這是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 請問10的負三pH等於多少 3 10的負四呢 4 所以 4.2乘以10的負四 它會介於PH會介於3跟4中間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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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問PH等於多少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那是高中生的負四 好 好 pH知道了 那pOH 這個PH 這個是PH13的話 它的POH是多少 多少 1 11 11 那 pH4呢 pH4呢 pOH等於多少 10 10 10 很好 所以說它的POH是介於10跟11中間 了解這意思嗎 好 這一個 是可能在考試裡面出來的題目 因為它絕對不會考 好 各位請放心 如果說它考這個的話 它乾脆就問1加1等級 懂了 所以說人家講這個笑話 請問現在台灣領導人 叫做什麼名字 蔡英文 蔡法文 蔡德文 蔡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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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鹼中和和酸鹼鹽的題目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是因為那個試題觀摩的第一題 很容易讓各位誤會這樣的一個內涵 所以在這邊我只強調一件事情 這種基本的概念各違反 請問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或不清楚的請問 請說 就是我不要去pH3 你要怎麼換 這怎麼換 換什麼 這是更基本的 講到pH跟pOH的話 pH加pOH加起來有一點是14 會不會是13 13 會不會是13 13.5 14.1 你問為什麼14 因為他們做實驗做出來pH加pOH加起來就是14 了解這意思嗎 了解這意思嗎 嗯 所以 你pH多 pOH就少 對不對 pH少 pOH就多 對不對 好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各位 我想 你要從一個題目裡面去把正確答案找出來 有時候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因為 你可以用消去把 對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那只剩這個 那 你就選這個 但是這個為什麼對 不曉得 那 只是 在這邊 提醒各位 在這兩件事裡面 這兩件事裡面 pH跟pOH 不會產生到計算 但是 酸鹼中華 往往會牽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計算 他會問你 我有多少 cc的 酸 它的濃度 是多少 那 我現在呢 要用多少 濃度的 鹼 去做 滴定 那 請問到 滴定 終點的時候 我的鹼 會消耗 多少 cc 了解這意思嗎 好 我剛剛講的一個名詞 所謂的滴定終點 就是 酸鹼中華 OK 所以 在題目上面 他不會告訴你說 我有多少的酸 要用多少的鹼去中華 沒有人會這樣問 因為這一定是 出現在 這樣的狀況下面 滴定 既然要滴定 要進貫 對不對 是不是 好比說 有多少的酸 然後呢 我用 我用多少 體積的鹼去滴定 發覺達到低定終點 那 低定終點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對 變顏色 對 變顏色 對 變顏色 千萬不要講透明 因為可能是從無色變有色 有色變無色 對不對 這種叫做變色 酸鹼中華 酸鹼中華 他一定會 你必須要去看 是不是 但是呢 現在 現在在實驗室裡面 沒有人用指示器 為什麼 因為直接上機器去滴定 那滴完以後 機器就跑出一個小條子來 告訴你說 他的龍珠是光 說這樣挺無聊的 然後 然後 這些都是 國中生 高中生 在國中 甚至在實驗室裡面 現在已經沒有人用作 好 想想看 還沒問題 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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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當我們講酸鹼中華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氫離子的摩爾素 要等於氫氧跟離子的摩爾素 那這個摩爾素怎麼辦 好 那摩爾素怎麼來 摩爾濃度乘以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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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很好 就出來摩爾素 對不對 那 能不能從他的 質量 除以他的飾量 也是摩爾素 對不對 還記得飾量嗎 摩爾濃度乘以體積 那摩爾濃度乘以體積 那摩爾濃度乘以體積 這個飾量是多少 嗯 30 40 40 23加17給你多少 你直接24就好了 24加16 24加16也可以啊 是不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如果說 我現在有了四個 我用了四個 我用了四個 M-A-O-H 把他 做成 五百毫升的 容易 是不是 這樣子 是不是 這是摩爾素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體積 對不對 那是不是 濃度就出來了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又還可以嗎 這是質量 我告訴你說 我用了四個 信仰化了 這是飾量 從這邊計算出來 對不對 這個40是從這邊計算出來的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 這個 除出來 這個就叫做 莫爾素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深 對不對 那紅色的這個 這個單位叫 雲 就是 雲 在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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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除以50多了 0.2 好 这就是0.2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我用这个东西 去滴定 100毫升的 银酸 我用这个去滴定 100毫升的银酸 使用了 50毫升 请问 银酸的莫尔隆 是不是 回到这个来 看这边 看这边 造型 轻氧化蜡 在这边 是不是 造型 0.2 是不是 使用了几毫升 我告诉你使用了几毫升 50毫升 造型 哪里 哪里 然后 银酸的体积是多少 银酸的体积是多少 100 100 造型 这不就是答案 这是最基本的题目了 各位 在任何考试 在任何考试里面 酸减中和 这是最基本的题目 好 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你把它照样列出来 你看 你说这边不是升吗 重点就在这里 听清楚 看这边 请各位 眼睛借了 看这边 只要这两个单位 是一样的 你不要这边用升 这边用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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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用升 这边用升 那既然这两个单位 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单位 也会一样 懂不懂这意思 因为中间是什么 什么号 什么号 本号 所以说我们学算数学 数学一开始 我们就学什么叫做本事 对不对 是不是 三个苹果 会不会等于三个零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跟一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三个苹果 一定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 三个苹果就等于三个苹果 六个苹果就等于六个苹果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这等式 既然是有一个等号在这边 这两个单位相同 那这两个单位 就绝对相同 所以说 这样子直接 加减乘除 计算出来 他的答案 就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种题目 在任何一个国中生来讲 他都是必须要具备的基本能力 好吗 好 好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 那假如是亲离子或是亲养跟离子的末尔数的话 也可以用那个他们有施量 可以用施量 嗯 如果是亲离子或是亲养跟离子的末尔数的话 可以用施量去算 问题在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义比 讲的是义比 你可不可以用施量去算 可以 你算出来他的末尔数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这样的话能不能计算出来他的末尔数 0.2乘以50 这是他的末尔数 对 那 这两个层也是他的末尔数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只是你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说 盐酸是多少克 对不对 当然可以往回推 当然可以往回推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末尔数出来了 能不能推出来他有多少克 可以 可以 不要从一步 从这个 就是他有适量 对不对 他有适量 是不是能算出来他有多少克 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异体 异体的话就是讲的浓度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问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请问盐酸 他有多少重量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他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他会等于 0.1L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 他会等于 36.5 然后 X 对不对 对不对 36.5 从哪里来的 那我告诉你 率 是35.5 7 是1 是不是就是36.5 对不对 对不对 那 这是他的体积 对不对 这是他的饰量 是不是 那我最后刚刚可以求出来 在这100毫升的盐酸溶液里面 绿化氢有多少克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是网绘匪而已 是不是 就好比说你带了100块钱到7去 然后到全家去 然后呢 最后呢 出来剩20块 那你在里面移工花多少钱 80块 然后呢 你买了一瓶酥泡 25块 然后 买了一个面包 或一个饭糖 好 那我告诉你 酥泡是25块 那饭糖没有多少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是网绘匪而已 对不对 嗯 嗯 我就是说如果是 那个 清离子 或清亚特离子的末数 这样乘出来就是 他们的末数 对不对 那乘出来不是那个 容易 对 中 之的末数 没有 这样乘出来就是 清离子 跟清养 跟离子的末数 但是如果说我把题目再变一下的话 那就有一点要讨高中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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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样告诉你 我清养的话用了四克 然后呢 我配成500cc的容易 然后呢 我去低定 我用了五十 我用了五十末 这里有一板 这后面的计算 完全全会变一样 想想看它会变成什么 还是这一套 还是这一套 是不是 没有变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呢 我问你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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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告诉我,0.1是什么东西的末术? 什么东西的末术? 你不要再扣鼻子,鼻子给你扣活了 来,告诉我,这0.1是什么东西的末术? 这是新讲话呢? 请告诉我,0.1m是什么的末术? 0.1m,对不对? 是不是? 那0.1乘以100的一句话,10,对不对? 是不是? 那10这个东西是指的什么东西? 末术 1.1m 1.1m 1.2m 1.1m 1.1m 2.1m 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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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m 1.1m 1.1m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一直在講這個對不對 是不是 是酸鹼中和是氫離子的末耳素等於氫氧跟離子的末耳素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是 這個食是氫氧跟離子末耳素對不對 是不是 那這個食呢 應該是氫離子的末耳素對不對 是不是 那請問是不是硫酸的 這個 末耳窩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是知道體積 知道體積 知道體積啊 那還是不是啊 為什麼 因為那是末耳素不是末耳的 那沒關係嘛 再除以回來 它不是0.1嗎 0.1 這0.1請問是 是 是指流酸還是指氫離子 是指氫離子 指什麼 氫離子 那氫離子是不是流酸 為什麼 這是什麼 來看這邊 眼睛借我一下 明穎 來 眼睛借我一下 請問這邊有幾個氫 一個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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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我们都是用一个心在算里面 所以说这个要一半才是这个的分析 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这种题目要出出来 我大约就骂翻了 这种题目是高中生的基本能力 高中生讲酸碱中和的基本能力是这个 但是你国中生讲基本能力的是这个 是盐酸加氢氧化了 不是硫酸加氢氧化了 完全两不是 好各位看 这边算出来 它的单位是千分之一末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好生 对不对 不是生 好这边呢 十呢也是千分之一末 对不对 是不是 氢离子的浓度等于氢氧化离子的浓度 好 这边是十千分之一末 那这边呢 等于多少这个 叫一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变成五 千分之一末 对不对 因为一个硫酸会产生几个氢 两个 对不对 五 五分的硫酸产生十分的氢离子 对不对 是不是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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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你在厨上 它的体积是多少 屏幕给你的 一百 一百 五除以一百可以多少 一百分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有人做0.02,大家要跟他讲 好,做0.05 来,看这边 看这边 这个是0.05,对不对 这个是硫酸的,对不对 这边呢,是0.1 0.1是什么?氢粒子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因为他这边有两个氢 了解这意思吗 不必管他啊,因为我就跟你讲 原则上,原则上国中不会靠这种东西 原则上国中是 国中学生是不会去叫你想到这样方便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我自己出题目的话 都是这么 但是你去看其他任何考试的题目,没有这样出的 OK 有没有问题 睡醒了 睡醒了 他等等等等我醒着 OK 睡醒了 好,酸碱都没有问题了 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氢离子的末数 等于氢氧跟离子的末数 你把这两个末数弄得一样 就叫做酸碱中核 那只是要你往回推的时候 请你注意 它是有一个氢 还是两个氢 到底说 一个氢的是 盐酸 硝酸 这种是一个氢 到了硫酸 就变成两个氢 了解这意思吗 差别 差异性 就在这里 OK 好 那PH 跟POH 原则上 我认为各位都已知 懂了 有没有问题 大宗同学 这里 请各位把讲义翻到字眼 我们要开始讲氧化翻元 这边有很多的名字 氧化翻元绝对没有计算 请放心 但是因为没有计算 所以说它会有一大堆的文字 十句需要去理解 好 我们讲什么叫做氧化 国宗最基本的定义 是一个东西跟氧结合 就叫做氧化 那它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叫做氧化物 氧化以后的东西叫氧化物 但是呢 因为这样的解释 与氧结合的解释 叫做氧化 没有办法去说明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去说明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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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没氧化 对不对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OK 那我们讲还原是余氧分离 余氧分离 余氧分离 也就是说有氧化就一定有还原 不可能只有氧化没有还原 不可能只有还原没有氧化 所以氧化跟还原会同时发生 这是一个绝对宗旨 不会变 好 那请告诉我 还原叫做余氧分离 请问在这一个反应式里面 什么东西余氧分离 这一个反应是什么东西余氧分离 这一个反应是什么东西余氧分离 哪一个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的氧化跟还原 绝对会同时发生 然后这是绝对的宗旨 然后我告诉你 美加氧跟氧结合 所以说叫氧化 对不对 那请问什么东西跟氧分离 氧跟氧分离 氧跟氧分离 所以说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式出来 所以这个反应式是绝对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反应设施绝对会发生的 上 然后 这个 因为你有重量的 对不对 然后你有重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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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盖 盖起来就好 盖 盖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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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